2018年8月7日08,43比14来源,华尔街建恩作者,7月周一,人民日报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Witter和Facebook上刊文,针对上周传出的谷歌计划, 以过滤板搜索引擎,重返中国大陆的消息回应趁,欢迎谷歌重返中国大陆,但前提是必须遵守中国法律,该文指出,谷歌在2010年撤出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服务这一决定,是一个巨大的失误,这使得他们错过了内地互联网发展的黄金机会,在谷歌缺席的过去八年,大陆的互联网市场格局迅速改变, 移动互联网用户的数量翻了一倍多,从2010年的3.03亿增长,到现在的7.53亿,文章引述不久前,美国媒体Intercept的消息称, 尽管谷歌打算在中国推出过滤版搜索引擎的消息尚未获得证实,但很多西方媒体,美国整界人士等对该消息嗤嗤以鼻,认为谷歌这是向中国大陆的审查制度投降,并谴责此举是对互联网自由的一记耳光。 文章认为,谷歌的更大错误是对自身的定位,任何有关谷歌回归的举措都必然于大陆的互联网管理政策挂钩,无论是退出大陆市场还是计划回归,谷歌一直是一个政治化的品牌,这无疑是这家知名跨国公司的悲剧。 随后,文章话锋一转,趁对外开放是中国社会的共识,保持互联网的开放性是很重要的,因此,欢迎谷歌回归内,但前提是必须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要求,而且,很多国家已经承认,网络空间也有主权和边界,必须受到法律和法规的管制, 任何国家都不允许互联网上充斥着色情、暴力、颠覆性信息、民族分裂主义、宗教极端主义、种族主义和恐怖主义,所以,中国将坚持执行有关互联网管理的法律,确保网络空间的活动,对于社会而言是安全的,这是中国互联网管理的底线,应该受到所有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互联网公司的尊重。 文章强调,是否能回归,何时回归,都取决于他们自己谷歌的态度,只有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,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,才能赢得当地消费者和市场的青睐。 分析师认为,这将对中国本土搜索引擎公司,构成业务威胁。 香港南华早报8月3日,因书彭博社分析师Linviser的观点称,如果谷歌能在未来6至9个月内回归中国大陆,拜托或许会丧失在搜索引擎市场的重要地位和份额。 市场对谷歌重返大陆的消息反映强烈。 8月1日,即市场首次传出谷歌将在中国大陆重启代号为Jack & Fly 蜻蜓的过滤版搜索。 业务当天,在美国上市的大陆最大搜索引擎公司,百度股价文讯暴跌至8%,时值跌破800亿美元。 昨日,百度股价再次下跌,跌幅1.14%,不过,隔夜谷歌股价走势平稳,日内为涨零,0.09%,暴1224.77美元,盘后跌0.14%, 该股在7月27日,创出1273.89美元的历史最高位,谷歌向左,脸书向右华尔街建文分析称,谷歌和Facebook都有意重返中国大陆市场分一杯羹,不过,两家公司的策略并不相同,谷歌和硅板的搜索引擎很可能是幌子,毕竟整个搜索市场已经没有增长,虚晃一枪的背后,Top业务的云返, 而是谷歌真正的杀招,毕竟,中国的云服务市场正高速崛起,去年整个公有云市场规模达40亿美元,IDC预测未来五年中国云市场的复合增速将高达35.7%, 而Facebook只想来中国卖广告,建立国内子公司,来协助广大中国公司去海外市场投放广告,做更密切的业务和更细致的服务。 またagen certeza准备的角色